中国的能大代表 无论是全国能大代表 还是基层能大代表 都来自能民 扎根能民 非常接地气 中国的能大代表当选以后 都不脱离原生产工作岗位 始终生活在能民群政当中 这些年来 全国的各级能大建立了 22万多个代表联系群政的站点 实现了全国所有乡镇街道全覆盖 很多地方也深到了社区村主 各级能大代表都定期的 在这些站点接待群政 听取意见 这样的制度安排 决定了中国的能大代表 不是职业政客 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 在美尼的全国能大会议上 近3000名代表都会书面提出 诉切剑意见和建议 比如推荐义务教育的双减 完善外卖骑手等 灵活就业能源的 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代表建议承载着 老人民群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反映老人民群政的意愿附生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